本節目純粹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與我類同 實屬巧合 大家好 我是Sony 今天我想重點介紹一下滑雪鞋 滑雪鞋在我們滑雪當中非常重要 如果你們買滑雪鞋買得不對 會影響滑雪時的體驗 如果你經常跌 站得不穩 姿勢做得不好 大多數都是因為滑雪鞋 所以我今天會重點推介滑雪鞋 我現在到了Sony這間店門口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滑雪鞋 這裏有三款鞋 這裏都是發速磅鞋繩 還有波華齒輪 還有這裏是傳統磅鞋繩 它們別的地方就是 綁的方法不同 還有穿上去的速度都不同 但我個人喜歡都是傳統磅鞋繩 因為傳統磅鞋繩比較緊 而且不會鬆 而且你綁緊之後就會很緊 所以我是比較喜歡這個傳統磅鞋繩 你試鞋的時候 你首先要知道自己的鞋 如果你是穿8號鞋 那你就要買7號半 如果9號鞋 那你就要買8號半 給自己小半個馬 為什麼要買小半個馬 穿雪鞋的時候 你都要鞋裡面很緊 你才可以控制到它的速度和方向 我現在就試一下 這個傳統磅鞋繩 我通常試鞋的話 最好就帶了自己的筆 這樣就可以試清楚一點 那我們現在試一下鞋 看看怎樣鞋 我們就把這些繩全部鬆開 我們把裡面的東西全部解鬆 這裡盡量鬆開 這個位置也鬆 因為第一次你穿小一點的鞋的時候 會比較辛苦一點 這個沒有重要的 遲些就會習慣 通常穿四次上山滑雪的時候 就會鬆回 你感覺一下它 用力踩 踩到後面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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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到後面 然後就拉緊這條繩 這裡後面還有一個 布帶 這裡再綁緊 然後按進去 用這個位置按進去 按進去 按進去 拉緊它 按進去 這個位置 按進去 然後按進去 按進去 然後轉 這個位置 通常我會轉三個圈 再來就是平常襯扣 怎麼拍攝 你太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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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穿好了 你要怎樣才知道你好不好 通常穿第一次的話 都會不舒服 如果你是剛剛這樣 完美的話舒服就好了 你記得要買小半個馬 通常這裡的位置 你的腳趾碰到前面 然後可以動動 這位置最好就不要有空位 我們買滑雪鞋為什麼要買緊呢 因為我們腳滑雪的時候 它是要這個位置比較緊的 如果你這個位置不緊的話 很容易令到滑雪的體驗 是差很多的 所以我們是要買洗馬的 那你就越小 那這裡就越緊 但有些人這裡的腳位是比較小的 那怎麼辦呢 那我這個品牌就是32的品牌 它裡面有 它有這些圈圈 那這些圈圈呢 就是用來放在鞋裡面的 那它有黑色和橙色 橙色是比較薄 黑色是比較厚的 將你這個後竿這個位置 就弄近一點的 那越緊就越好 那如果你買鞋的時候 你要感覺一下 後面這個位置 近近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相對看你的個人的要求 那如果你腳竿這個位置 是比較小的 那你需要這些圈圈的輔助 那你將這些圈圈那裡放進去 那這個鞋放進去 這邊這個有的 放好 之後就放回鞋裡面 那我們放了進去 鞋子這個位置 它就會近一點 它會厚一點 那我們穿上去 那穿上去的時候 很明顯感覺上 它後面是比較近的 還有這個位置 它推前了一點 這邊是有圈圈 這邊沒有圈圈 很明顯是這邊是比較近很多的 是穿得是比較舒服一點的 是的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 還有訂閱和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